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老家隔壁就是一个贫困县 但是大家都很害怕被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他老家曾经有一个县委书记 推动这个贫困县的脱帽工程 结果乡民们人人恨之入骨 所以 除了沿海以及大城市周边的这些经济发展起来的地区之外 似乎名义上的脱贫 并不是一件有利的事情 这对于我们这些不太了解中国贫困农村 也就是张县中地区的人来说 确实是很难以想象的事情 可否请您跟我们说明一下 这些贫困村县必须摘掉贫困帽子的原因是什么 他们对匪区财政造成的包袱有多大 为什么习近平孜孜不倦地 要将他们的贫困帽子摘掉 甚至为了脱贫攻坚 共产党自称还造成了超过1800人的殉职 这些人又是为什么而殉职的呢 刘仲敬 我觉得贫困县和贫困村的财政包袱不算很大 最近十几年 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已经基本脱轨 依靠泡沫经济来维持的中央财政 基本上可以把贫困县扶贫的支出 看成一个忽略不计的百分比 而且随着货币进一步膨胀 这个百分比正在日益减少 不仅是贫困县 事实上大多数县都是财政的包袱 中国大概有2000多个县 2000多个县中间至少要有1600 700个县在财政上是纯粹的包袱 贫困县在这个包袱当中 所占的比例并不是很大 改革开放有一个重大的效果 就是把原先仍然是财政基础的县 大多数都变成了财政包袱 如果是在1980年代 尽管我不知道 当时贫困县的标准是怎么样的 但是当时的情况应该是 除了少数的老少边穷地区 是财政包袱以外 大多数县份或多或少 仍然是财政基础 随着时间的推移 主要就是入市以后这十几年的变化 除了中央财政和外贸收入这一块以外 也就是说 除了从长江口到珠江口 那细细的一条线和六大都市以外 不仅几乎所有的县份 而且八成以上的地级市 包括至少六成以上的省会及城市 都已经变成纯财政包袱了 这个变化主要是由于拉动GDP的需要造成的 而不是由于本地发展的需要 或者本地维持政府活动的需要 1980年代的情况就是 大多数县份 包括农业人口的税收 是用来供养本地的人头的 按照现在的标准来说的话 人头开支相对于建设开支是微不足道的 建设开支几乎全都是GDP性质的举债开支 但是在当时 除了国家自上而下 以空投方式和殖民方式建立的条形大型建设以外 地方性的小建设还跟财政存在着一定的关系 是自发的 主要依靠本地资源进行 现在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已经完全丧失 所以贫困县和县城经济的区别 应该说在最近十几年来已经不存在了 不是说只有贫困县是国家财政的负担 而是所有县城经济 绝大多数省会及城市以下的经济 都变成了国家财政的负担 预先确定是由举债和通货膨胀来稀释的 所有的地方官员都预期 他们应该做更多的举债活动 制造出来的亏空 由央行弥补 这样的共识在1980年代还不存在 所以我认为 如果习近平政权对贫困县 有一个特殊的执着的话 那只能是因为他自己在年轻时代 在80年代初刚刚做官的时代 对此形成了心理上的印记 而不是因为这些事情在现在有什么重要性 贫困县是一种经营 捞到贫困县资格以后 得到的好处像是吸毒的好处一样 不能放弃 这也是自古以来的事情 我在很小的时候 应该也就是在80年代 那时候我应该是小学生 就听过这样的笑话 就是现代改编版的景阳刚武松打虎 现代版的武松在景阳刚大酒店 景阳刚的小酒店 现在已经被挂上牌子 改成了大酒店 实际上并没有什么变化 住宿以后喝了三碗酒 打死了老虎 殿小二 老板和县委书记听了这个消息以后 顿时如丧考彼 不但没有像水浒传里面的县令和老板一样 把武松奉为英雄 向朝廷情赏 反而像泼妇一样 就着武松就地撒泼 告诉他 我们阳谷县 就是因为有老虎存在 才得到了国家贫困县的扶贫基金 现在你把老虎打倒了 国家不再给我们基金了 以后我们怎么活啊 快陪我们老虎 我们跟你没完 那是1980年代的事情 以后情况肯定没有什么变化 调命的情况肯定就是这样 我觉得贫困县应该是交通比较偏远的地方 它跟其他同样是财政破产 而且亏空的更厉害的县不一样 我敢说 在1980年代 贫困县可能是亏空的最厉害的 但是现在肯定不是 现在的亏空 根本县的资源没有什么关系 而根本县领导的举债能力 和建设野心很有关系 而一般来说 举债能力强 建设野心大的县份 非但不是贫困县 而且是80年代标准的富裕县 越是富裕的县 发展越厉害的县 举债越多 财政亏空越大 因此 财政形势跟普通居民生活的好坏 不但已经脱钩 而且可能是已经倒挂了 贫困县的财政 很可能反而是比较平衡的 贫困县有固定的国家补贴 而且因为挂着贫困县的帽子 享有招商引资之类的政策优惠 反而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也就是说 贫困县的举债能力很差 因为举债能力很差 财政主要是人头财政 就是发工资的财政 可能8% 90是教员 剩下的一部分是公务员 进行补贴的压力并不很大 所以举债并不很多 财政上的窟窿 反而不是很大 中央的补贴压力也不是很大 就是那种发展得很厉害 表面上看上去 经济发展形势甚好的线 居民收入水平相对而言 也还算是挺可以 这样的地方 给中央和他们所在的省区 造成了巨大的财政亏空压力 所以 既然横竖财政亏空压力 都要堆到自己身上 贫困县那点东西 有也好 没有也好 一点零头而已 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习近平本人有情节 大概是因为他自己有老红卫兵 和八十年代初的干部的一些心理印记 但是 在雄安新都都已经扔了无数黑洞 高铁又修了多少万里的情况之下 这些事情根本就算是放屁 简2-16 仅是蓝芯铁路的改建 制造出来的永无止境的巨大亏空 肯定比全国所有的贫困县 能够制造出来的亏空还要大得多 贫困县对于政府财政来说是这样的 对于普通居民来说 他们外出打工的收益是不大的 他们甚至连外出打工的大县都算不上 传统的贫困县都不是人口大县 他们是老少边穷地区 也就是传统上人口比较稀疏的地区 不是有大量水稻产业之类的 有大量过剩的人口可以输出的地方 因此 外出打工者的侨汇收入 这个侨不是指的出国 而就是指的到深圳 东莞或者广州打工会回来的钱也极少 所以处在财政上奄奄一息 普通居民也奄奄一息的状态 对于他们来说 失去贫困县的这一点调命的待遇 可能是非常致命的 因为他们根本没有别的收益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 他们在财政上有什么意义 从财政上来讲 80%的中国人都是没有存在必要的 二八定律在这方面体现得非常明显 八成的沦陷区人口 在财政和经济意义上是负资产 或者不存在的 如果他们此时此刻就咔嚓一下不存在了 所有的财政账单和经济发展的前景 都会好得多 而且这种状态将来在根本上 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说沦陷区的社会结构 其实在几十年来 不但没有好转 反而恶化了 那就是说 从政治上来讲 具有建设性的地区 急剧减少了 而且对国家财政 有意义的地方的面积和人口 始终是处在急剧缩小的状态 等到入市以后的十几年 经济日益依靠金融方面的把戏 跟普通居民 甚至是普通的内地政府机构的关系 大体上就已经不存在了 当然 贫困线本身是一个简单的游戏而已 例如在金融方面的把戏 我可以把武昌的黄鹤楼 当作一个抵押 巨额资产的基础拿来抵押 这个东西 根本就是一个金融上的骗局 永远不能兑现 但是 贫困线的贫困 也是像这样的 你要使它脱贫 是很简单的事情 我可以指着某一个毛物估价 这个毛物质20万或者50万 你立刻就脱贫了 或者我不对他进行估价 你立刻就是贫困人口 估价不估价 这都是凭你高兴 至于普通干部 像孔凡森之类的干部 如果你在那里喝酒喝死了 你也算是牺牲 孔凡森 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水分的人 他所在的那个时代 风气上就是一个非常纸醉精密的时代 他本人也是歌舞厅之类的活动的常客 他真正是怎么死的 是很难说的 但是无论如何 他死在了那里 而且碰巧宣传口 需要有一个模范人物 就把他塑造出来了 塑造一个模范人物 这是很容易的事情 这跟他平时的行为没有关系 我们知道 劣势评定主要是一个 职称评定的问题 是一个算指标的问题 你找一些足够的人 塑造相应的英雄形象就可以了 但是我相信 这样的东西 可能只对习近平本人才有意义 对于主管中国的大多数技术官员来说 根本就是毫无关系 这就像是一所学校的师生 对于总会出现的日常检查或者评比一样 微生评比 跟该学校能出多少大学生 或者是能拿多少国家科研基金毫无关系 但是作为历史遗留下来的篮尾 大家还是得应付一下 大多数技术官员现在对这些事情的看法 差不多应该就是这样 习近平本人的情义节 无非是跟他的梁家和莎士比亚之类的故事一样 对于技术官员来说 基本上只是一个必须容忍的笑话而已 他们并不在乎这些事情最终会办成怎样 而当地居民是死是活 不仅跟全世界没有关系 实际上跟中国本身未来的发展也已经没有什么关系了 主持人 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个月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 希望台湾 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合作 加快建立晶片 以及其他对中国依赖程度较低 具有战略意义的产品的供应链 从中国的整个供应体系中脱离出来 这些措施会集中在半导体 电动汽车 稀土 金属和医疗产品等等 这样的行动似乎在川普任内就已经开始了 但是美国的行动 一直没有完全取得各个盟国的一致同意 请问 您认为拜登推出这种定向脱钩政策 能起到比之前川普的关税政策更有效的结果吗 刘仲敬 是会更有效一些 当然 这个预计也是建立在纸上谈兵的基础上的 哪些可以委托出去 哪些不能委托出去 边界如何划定 根本上讲就是不存在天然边界 只能武断指定的 基本的逻辑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作为一个商家 我要卖东西 希望有尽可能大的市场 赚尽可能多的钱 然后我把这些钱返回来 我可以进行产业升级和技术开发 所以直接了当的说 就好像是我在爬梯子的时候 我希望梯子底下的平台尽可能宽广厚实 我脚下踩着的低级产业越宽广厚实 刺激市场越大 对我这个高级市场的经营者来说 就是越有利的 轮献区在这方面的作用 倒真是不可替代的 因为全世界没有哪个地方 会如此热衷于高铁 和各种竞争性的建设项目 这些建设项目千言万语 归根结底 都是要扩大进口 比如说 医院怎样才能够提高 他自己的医疗等级呢 就是要到德国去购买 CT或者其他一切 医院的等级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你能够买到多少 德国仪器和美国试剂 你的产品当中 国产的程度越高 你的档次就越低 这是必然的 所有的行业都是这样的 对于居民消费来讲 生活水平的提高 意味着国产品的相对减少 和进口产品的相对增多 谁是贫困人口 吃中国粮食 用中国商品的就是贫困人口 什么是上等人 用进口货的就是上等人 什么叫做消费能力的提高 进口数额的加大 就是消费能力的提高 全球化对于中国来说 是一个阶级分工 发挥了自己的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在中国的体现 就是农民工人口 和低技术人口的众多 尽管费拉右派 已经把中国 吹成了神一样的存在 但是实际上 中国出口最多的东西 还是纺织品 只不过 不再由18岁的农民工经营 而是由45岁的农民工 经营而已 这是一个奄奄一息的西洋产业 但是你要想让45岁的农民工 突然一下子要子翻身 变成能够生产高档产品的技工 这还不如直接杀了他们 改革开放 对中国的主要意义是什么 本来这些人 是要变成张献忠人口的 就是何清廉的邵阳市 在80年代初期 在公安局门口不断打架的 那些黑社会人口 现在他们搜搜搜都跑到深圳和广州 去打工了 不但不在制造治安上的麻烦 反而可以捞到大量的外汇收入 这个不仅是赚钱的问题 而且还是救命的问题 王朝灭亡 历来都是由于流民人口的众多 流民人口最终爆成团 产生出自己的张献忠社会 现在张献忠都打工去了 于是这个问题自动得到了解决 不要说是能够赚一些外汇 就算是不赚外汇 纯粹到赔钱 这是都非得做不可 因为你没有别的解决方法 在浮原辽阔的沦陷区 大多数治安力量 公安和城管这些人 他们本身就是要依靠招募 无产阶级人口 做联防队员之类的东西来维持的 否则的话 他们自身是无法维持治安的 在这种基本格局之下 中国的野心 比如说拍拍脑袋 建立大量的高铁 这种事情在全世界 没有第二个国家能够干得出来 德国需要多少高铁 日本也就只有一个新干线 日本全国也就是沿着海岸线 东京道关西的那条线 需要有大量的人口流动 内地和北部海岸 哪有那么多流动人口 而美国则是因为有汽车和飞机 瓜分了市场的缘故 根本不需要搞高铁 只有中国才会花巨量的投资 去建设高铁 把高速公路一路修到各州和各县 巴西和印度都没有这样的需要 就是说他们不需要这样的进口 德国人要向巴西和印度开拓市场 就有点困难 这些国家的上层阶级 还是会买法国皮鞋和香水 这些奢侈品的 但是他们缺乏国家建设 和拉动GDP的巨大需要 因此作为低端市场 他们的需求是不旺的 只有中国在这方面需求极旺 大量的低端市场的进口 给相应的企业制造了巨额的收益 这种巨额的收益 就体现于供应链的外移 例如 日本在冷战时期 接手了美国外移的大量造船业基础 在面临韩国造船业的竞争以后 它有一个现成的选择 就是到中国区外包生产 立刻就可以把成本降低三分之一 因此就可以打赢跟韩国的价格战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 中国在1980年代 制造出万吨轮 就是一个巨大的政治成就 要想象现在这样 制造大量的巨型轮船和军舰 是根本不可能的 1980年代的情况 不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方面的封锁 而是美国对中国进行技术支持 然而仍然扶不起来 因为它背后没有制造大量船队生产大量钢铁的能力 这个能力现在能服得起来 跟日本造船企业的外包是有直接关系的 就是由于日本造船企业的外包活动 才是大量的优质材料和管理的生产链得以在中国建立 这些生产链生产出来的产品 尤其是他们得到的关键性的材料 是江南造船厂在现在能够生产军舰的关键所在 否则的话中国军舰能不能够焊接起来还是很成问题的 以前旧的江南制造局在19世纪直接用欧洲生产线的时候 它生产出来的军舰好不好 能不能打仗不好说 但是它肯定是能够开得出去的 但是这样的技术经过几代技工的更换 恐怕已经不存在了 你不可能仅仅依靠过去的图纸之类的东西就生产出同样的东西 而苏联对中国的输入 由于苏联自身的短板 海军方面的输入是谈不上的 这就是为什么150多个大项目当中极少有关涉海军的部分 涉及海军和海事的部分基本上是过去北洋时代的基础 国民党在海军方面是没什么建设的 基本上是过去大清国和北洋时代旧的建设 比如说福州船厂之类的东西得遗留 在第一个三十年又受到政治歧视 基本上是已经凋零殆尽了 要让他们按照十九世纪的规模制造那种老古董军舰的话 他们造出来的军舰恐怕是不能远航的 在普通的风浪之下 水密门都会不紧 舰体会出现裂缝 北洋舰队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这就是所谓的瓦房电化 因为技术失传其实是很容易的事情 这些情况之所以没有出现 而且生产力还能够得到极大扩张 关键就在于 中国在造船业的竞争当中为日本提供了廉价劳动力 这方面的合作使得日本能够依靠外包业务降低成本 缓解了日本跟韩国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进行贸易竞争的不利地位 同时这样的日本大型船企通过外包增加的利润空间 为日本本身的造船企业进行技术改造 比如说在各种曲折的表面上喷漆 就是工业机器人的用武之地 这些地方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 需要适应艰苦环境的劳动力提供了资金来源和开发空间 从日本的角度来讲 就像是陈己堂时代的美国夏威夷堂厂一样 我把我的旧设备拿到广东去生产 卖一笔钱 然后收微修费 服务费 技术人员培训费 继续年年都能赚钱 赚到了钱 我自己在夏威夷用来买新设备 买新设备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而正是我向广东这些落后地区输入过时技术所赚到的收入 这个模式就是代工经济的基本模式 对于输出废旧技术的企业来说的话 他们是希望这种技术输出越大越好 而且他们有理由说 如果没有这样的技术输出得到的巨额利润的话 自身进行技术升级是很难做到的 你再要融资 以其他方式在传统之外打开局面是很重要的 因此他们希望把这种出口做得越大越好 那么这种事情算不算产业链外移 哪些东西算是关键技术不能外移 或者是要收回来的像美国医疗企业的本乙酸生产之类的 也是处于类似的状态 这是一个根本没有标准的事情 我可以指着某个产业说 这个产业就是关键产业 你不能外移 不能外移的意思就是要涨价 一回来的话 整个产业链都要受到冲击 看上去跟外包产品没有什么关系的最终产品 都要全面涨价的 而且你也可以说 为什么别的技术输出就不算是技术外流 唯有我这个算是技术外流呢 这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就像是 为什么小米算是军工企业 而其他企业就不算 按照小米算是军工企业需要被禁的理由 基本上985大学所有的校办企业都应该同样被禁掉 但是这种事情还没有发生 这种操作就是自由主义者平时最讨厌的五段操作 五段操作就是我拍脑袋拍出来的 没有什么天然边界 我说是就是 我说不是就不是 我选出这几个产业 选出若干外包环节 认为这些东西影响了我们供应链的完整 必须把它们撤回来 撤回来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而且它是不对等的 打个比方说老板分不到红 员工领不到工资 这两者是不对等的 物质意义上的不对等有一个根本性的定义 自有人类以来 从来都是下等人比上等人要惨得多 永远就是越下等的人越惨 员工饿肚子 而老板只不过是分不到红而已 双方受的冲击是不成比例的 当然从心理上来讲 由于心理上的事情纯属主观 没有什么固定标准 你也可以理直气壮的说 员工本来就是穷人 无所谓了 饿也就饿了吧 老板现在分不到红 面子上过不去 心理上的冲击也许比员工更大 但是这个是说不好的 心理上的冲击是怎样 要取决于你建构怎样的话语体系 这方面可以上下其手的地方太多了 所以到底是谁依赖谁的问题 从不可能打马虎眼 是什么就是什么的 应技术角度来讲 必定是沦陷区受害更大 有些产业会根本上就被砍掉 例如沦陷区的医疗企业 肯定就是这样 医疗企业扩充得很厉害 但是赚的钱却几乎没有 而且倾向于越赚越少 就是因为恶性竞争的缘故 这里面的道理跟范锦忠举一样 你会头悬梁追刺股 我不会吗 你会半步西班 我不会吗 大家都办起来 日子过得一个比一个惨 这就是搞重复建设 相互竞争的结果 产量越大 利润就越低 当然 这样做就像是 在一个劳动力供应过剩的市场上 大家竞相依靠降低工资 来寻找就业机会 那么所有人都很穷 而且越来越穷 你根本不可能有闲暇时间 去对自己或自己的下一代进行升级 荣誉越少 你就越会永远停留在无产阶级当中 你所赚到的东西 只够你简单吃吃饭 甚至饭都要越吃越差 能不能维持升级都很成问题 怎么可能实现阶级升级 阶级升级的条件是什么 你要赚来荣誉 比如说 员工赚到的工资当中 有相当多拿来储蓄 那么他就可以利用这些储蓄 自己开一个小企业 越升为小老板 但是如果在劳动力过剩 相互恶性竞争的情况之下 员工会越来越不可能变成小老板 这种情况 跟政策上的扶持和打击很有关系 例如 80年代后期的乡镇企业 在90年代转向对外开放以后 基本上都破产了 原来比如说 乡镇一级 可能出现本土的小老板 和本土的工人 现在这些潜在的小老板和工人 全都变成了东莞和深圳的大公仔 这种现象不是自发发展而来的 而是政策制造出来的 从国家利益来讲 开放带来的财政收入和技术输入 是更加重要的东西 而比如说 自家有一个运气好 精明强干 跟当地官府有密切关系的西门庆市小老板 他能给你提供什么新技术 可惜并不能 他自己跟他的员工一样 在1975年还是贫下中农 现在他变成了小老板 别的员工变成了他的工人 在GDP上面也算是一个政绩 但是你可以想象 那种自发产生出来的企业 谈不上有什么技术进步 但是外企一旦来到了沦陷区 他们必然会带来很多先进技术 这两者之间是截然不同的 站在党国的利益上来讲 我与其培养本土的小老板 不如让他们全都做工人 去做代工经济 把外资和外国技术吸引过来 来得划算 因此 这些乡镇企业就在这一时期 基本上全部垮台了 比他们重要的多的外资企业 从数量上来讲不那么显眼 但是从质量上来讲 是沦陷区的骨干 如果没有这些骨干 包括国防在内的所有行业 都不可能展开了 我们拿医疗产业做例子 造船业主要跟日本有关系 而医疗产业则跟美国有直接关系 医疗产业在八十年代的时候 是被美国扶持过的 以后呢 由于它不是国家安全攸关的行业 一直是接受书写的行业 全球化对于双方来说 就意味着中美国合体和阶级分工 中国原先自己的下等人当中 产生出上等人的空间 基本上在发挥比较优势的过程中间被砍掉了 直接了当地说 中国人是下等人 所以做下等人更有比较优势 美国人是上等人 所以做上等人更有比较优势 做低收入劳工 对美国人来说是不划算的 中国人培养高层次的人也是不划算的 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大学生的数目 其实按比例来说极少 而大学生却无法就业的原因 因为他们除了公务员以外 根本没有就业机会 在正常情况下 产业发展会制造出一些高端职位来 需要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但是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在沦陷区的比较优势分工之下 不如低端人口来的吃香 中国大学生作为管理干部 能比台干更好吗 不大可能 与其培养出工作能力 比如说相当于台干70%的一批大学生 我还不如直接用台干呢 你没有比较优势 但是中国农民工比起台湾工人来说 就有很明显的比较优势 台湾如果不能引进东南亚的外劳的话 是不能跟中国农民工竞争的 双方相互发挥比较优势 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那种阶级路线的锁定 无产阶级的上升空间消失 虽然不仅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 而由于沦陷区已经消灭了自己的旧资产阶级 现在在沦陷区社会扮演资产阶级角色的全都是外人 第一级的资产阶级是港台 高级的资产阶级是美日 沦陷区除了党国官僚以外 不存在上等人 上等人在沦陷区没有比较优势 只有依靠下等人的比较优势 那么双方脱钩的意义是什么呢 对于美国方面来讲 就意味着药品的大幅度涨价 如果纯粹按照市场经济的逻辑来讲 相应的本乙酸生产如果撤出沦陷区 那么相应的下游药品就要全线涨价 美国药品的市场化程度已经最高了 但还是有川普这样的政治家跳出来 要拿出民粹主义的派头说 胰岛素为什么不能降价 为什么我们的胰岛素卖的贵了 我代表美国人民命令你们降价 那么事情就很麻烦了 美国医疗企业不仅是代表美国 而且是代表全世界医药界的高风险创新 高风险创新能力是从哪里来的 老实说就是由沦陷区的巨大污染 和血汗农民供电起来的 高风险就意味着你赔得起 如果你的价格急剧上涨 使得很多原先能够买得起药的人买不起 政府部门又跳出来说是你们要不要减价 那么你的抗风险能力必然萎缩 抗风险能力萎缩 首先就体现在风险投资上 科研投资等同于风险投资 那么全世界的医药开发能力都要急剧下降 从人类文明的角度来讲 这是一场灾难 差不多像是希腊罗马奴隶制解体 导致了产生阿基米德的那个社会阶级灭亡一样 阿基米德之所以是一个天才数学家 因为他是一个希腊公民 他所在的叙拉谷是少数希腊公民组成的共和国 这些共和国的公民人口只占当地人口的少数 他们依靠被他们剥削和压迫的本地土著人口和奴隶人口 过着注意力过剩充满闲暇的生活 所以能做很多纯理论的科技研发 奴隶劳动的结束和城邦制度的结束 使得产生元老院的这个公民阶级在经济上破产 在代克里先时代变成了需要追讨的对象 然后整个罗马世界的理论创新力和文化都走了下坡路 中世纪的黑暗就是由这种现象造成的 医药供应链离开沦陷区 就等于是叙拉谷的阿基米德不再有奴隶来替他来干活 他如果要像是家庭主妇一样 自己给自己生煤气炉子 一天到晚忙着给孩子换尿布的话 那么他是没有办法到亚历山大去游学 或者发现更多数学定理的 那么我们可以合理预期 未来的医药业要依靠印度的仿制药 而美国医药业的技术开发能力要大打折扣 这主要还不是美国的损失 而是全世界的损失 那么从文明的角度来讲 损失其实是在美国这一头的 美国企业如果大幅度削减风险投资 账面上的利润指不定反而会更好 美国医药开发企业在账面上的亏空 基本上是由于风险投资造成的 如果不搞风险投资 就现有的技术进行市场管理 那么他们是能够维持利润的 但是同样的利润 绝不意味着同样的技术开发 这意味着全世界的新技术开发 趋于停滞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的话 那就是技术输出的中止 大量人口的破产是小事 相应的产业 像是唐国初年的玻璃生产一样 有地不知道多少次进入 无法自我维持的状态 这就是一个瓦房店现象 基本上历史上的玻璃生产 都是由洋人进行的 比如说大岳之人在北魏平城 贵双逆人在成都和长安开设的玻璃企业 他们是依靠制外法权来维持的 在大一统王朝恢复以后 玻璃的生产很快就不存在了 理由很简单 穷人哪里需要这个 穷人连瓷器都买不起 只需要粗逃 而穷人人口占了绝大多数 大一统 租用条和编户齐民 相应的以穷人为基础的财政体制 不需要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只有在列国纷争 对外竞争压力很大的情况下 才有生存空间 这样的事情是发生过一次又一次的 失去美国外包生产的中国制药业 恐怕大多数原材料 实验用品和工业用品的质量 自身都无法保证了 这些东西之所以能够保证 是因为外资以及为数极少 占比非常小的 像狼威里这样的外国技术顾问的存在 他们为了美国企业的需要 而不是为了沦陷区消费的需要 要维持一个质量标准 他们一旦撤退 从列宁党干部的角度来讲 是中国转了 你们帝国主义夹着尾巴逃走了 你们会把你们的设备搬回去吗 不会的 设备全都留给我们 你看我们又转了 我们赢了两次 但是这是全是扯淡 首先 设备是一个不断升级的过程 十岁的小孩 把自己五岁时穿的衣服扔掉了 他将来还有可能把它拿出来再穿吗 这是绝对没可能的事情 扔在沦陷区的废旧设备 将来只会越来越废旧 没有任何人想要把它拿回去 第二 沦陷区拿到这些废旧设备以后 其实在没有帝国主义经营者 不断输出秩序的情况之下 你无法维持 不要说别的 就像亨特拜登在天津那些地方 搞得纯粹空对空的金融管理 情况就是这样 金融管理需要什么硬仪器 除了办公室电脑以外 其实并不需要什么 但就是这样 没有美国人还是不行 有美国人在 他就有一定的政治任务性 有政治任务性在 你就不敢胡搞 在没有这个政治任务性 罩着的情况之下 山东老干部就会进去胡搞 有硬技术指标的东西 那就更糟糕了 消费者本身在政治上够不够硬 是维持质量的关键所在 比如说江阴或者连云港的船厂 实际上是在替日本人生产的 日本人目前还没有变成香港人 所以你不能够把你的随便什么产品 硬塞给他 你必须符合日本人那些变态的要求才行 这些要求是管理链和质量监督 能够维持的主要原因 美国人的药企也是这样 你生产的中间体是送到美国去 给美国人制药的 所以你不能放松 放松了你就过不了关 如果设备留了下来 但是这些东西是为中国的医院和病人生产的 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是死了活该的 中国的水泥和钢筋制造出来的房子 如果塌下来的话 也就赔几万块钱 几万块钱这样的赔法 按照80年代的财政收入 对贫困地区还是一个压力 按照现在的财政收入 根本就是毛毛雨 跟减指甲是差不多的东西 就算是全塌了 把中国一半的人全都砸死了 对于中国财政来说 基本上不构成任何负担 医疗事故造成的那点补贴 比如说像布鲁士军泄露事件中 给兰州那些病人的补贴 即使对于兰州那样穷的地方 也不构成任何财政压力 根本不会有事的 所以劣质化立刻就会发生 使得生产出来的产品 很快就跟生出用的产品 没有任何区别了 甚至是很快就会导致 相关医院的医生 不愿意给病人用 病人自己也宁愿吃中药 因为中药的毒副作用 至少要好一些 因此相应的市场会迅速消逝 医疗市场是一个 具有巨大弹性的市场 它可以随时创造出来 例如让老人回家等死 这方面的市场就不存在了 让老人在医院里面花钱 这方面的市场 就立刻创造出来了 他们需要用多少检查仪器 用什么样的药品 相应的市场就立刻出来了 反之相应的市场 立刻就会消失 相应的病人当中 收入比较低的那些病人 会宁愿选择用中草药 而不再用失去洋人 监督以后的国产医药 国产医药效果同样没有 风险反而更大 然后赚不到钱的这些企业 自然而然就会倾向于停产 停产又会使相应的技术荒废 设备进一步毁坏 因此留下来的那些设备 过不了几年 就会像是老三线建设 毛泽东时代 在深山老林里建立起来的 那些苏联军工企业 我们不要以为 那些军工企业是笑话 他们当时是中国军工企业的精华 但是过不了几年 就烂得不能用了 相应的中国医疗企业 很快就会变成这样 创造的价值 就业机会和生产出来的产品 都会像烟雾一样消失 然后种族主义者 就会用神秘主义的方式说 没有白人的南非就是一团烂 没有殖民主义的中国 什么也生产不出来 但是其实从技术角度来讲 这都是有非常具体的原因的 而这些具体的原因 跟种族和文化这些虚头八脑的 杂文家才感兴趣的东西 基本上没有任何关系 原因就是这个样子 消费者能够实现多大限度的技术控制 是跟他们的政治地位密切相关的 如果消费者是编户其民 那么他们就支持不起 也没有必要支持太好的技术 你想想 在杜甫时代成都的遗址 发掘出来的那些平民住宅当中 除了粗逃以外 是什么也没有的 那就是说 最大范围的消费能力 只能够支持粗逃这个等级的技术 那么唐三采 或者其他什么高档技术 是给谁用的呢 是给波斯人用的 照现在的话说 是给外商用的 它的质量管理能够维持 是因为有外伊朗进口的 例如巴达克山矿石之类的原料 白居易所谓的取八增叫善财富 装成美背丘娘度 善财是什么 穆家和曹家 他们都是伊朗人 外来技术人员 白居易姓白 白也是一个秋辞姓 他们家就是外来技术人员 只不过后来便成是大夫了 到白居易这一带 就开始以示大夫子居了 外国消费市场 外国技术人员和 外国原材料的存在 保证了唐三采 原金花瓷和广彩的质量 但是 这跟普通人的生活 不再发生关系 如果脱钩 交通中断 外国的颜料 只有宋辉宗才能用得起 留在国内的技术人员 都像白居易一样 跑去当科举士大夫了 本国市场 没有这方面的消费 那么相应的技术 会迅速失传的 玻璃技术 就是这样一次又一次失传的 蒙古人滚蛋以后 朱元璋尽管把蒙古人留下来的技术 重新编转成医书 但是大部分的海药和蒸馏器敏 基本上消失了 为什么明清时代的中药 最终就变成了 我们现在都熟悉的 熬汤这种技术呢 因为这种技术 是适应普通千家万户 能够支撑起来的水平的 高精确度的蒸馏瓶和细井瓶 欧洲和穆斯林炼金术士 经常用的那些实验式复杂仪器 这些东西针对的消费市场不存在了 于是 医疗技术就自然而然退化回 找到一种草药或者其他什么药 放在汤里面熬摇 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东西 都会被淘汰掉 脱钩对中国造成的后果 必然也就是这样 如果你认为 全人类都是平等的 那么当然是中国方面更惨一些 但是从文明的角度来讲 显然美国方面的损失更大一些 比如说 日本造船业其实是一个机器人使用的问题 我可以设想 十年以后的机器人生产 跟现在是不一样的 而且 日本造船业如果跟中国脱钩的话 成本上升 针对韩国价格竞争的压力 会使目前还不是很迫切的一些工业机器人的使用 突然变得非常迫切 实际上 这会为工业机器人创造一个大的市场 是可以升级的 美国在医疗行业这方面 到目前为止 我还没有想出 美国医疗业大幅度涨价 除了会给印度医疗业创造极大的机会以外 还会有什么效果 从短期来看 医疗创新的萎缩可能是无法弥补的 当然 也可能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比如说代用品的生产 会产生新的科技研发的需要 会制造出像是德国化纤产品类似的大爆发 美国奴隶州棉花输出的崩溃造成的直接结果 就是曼彻斯特的纺织业受到严重打击 当时纺织业还是先进产业 而纺织业在英国的出口当中占的份额极大 鸦片战争等于就是一场霓荣出口的战争 英国的荣出口 对于当时来说是英国的高技术和重点产业 英国棉织品是高度依赖于美国奴隶生产的棉花的 它们的涨价极大的损害了英国纺织业的出口份额 而为本来不大可能有什么机会的 依靠化工原料制作衣服的德国化纤产业创造了机会 按照19世纪的标准来说 德国搞出来的化纤产业也是一个本来不存在的高科技项目 如果不是因为英国棉房产业的危机 本来是不会有什么市场的 而科技产品直接进入产业这种模式 本身就是在这个变化当中产生的 本来英国是没有什么工业大学存在的 英国的大学是贵族大学牛津剑桥 而德国开创了大学实行产业技术开发的模式 而开发的产业技术直接进入克鲁伯钢厂 化纤厂或者消失工厂这样的产业 产学一体化这种模式是德国大学首先开创的 后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才引进美国的 它的直接刺激因素就是南北战争导致的奴隶棉花生产 分散到埃及印度和全世界这样的变化 也许美国在沦陷区的医疗中间体生产会分散到世界各地 同时也会在侧面产生出像德国化纤这样的产业革新 但是因为我在这方面的技术知识还太欠缺 所以我现在预测不出类似于日本工业机器人的东西 由于成本升高和价格升高对消费市场造成的冲击 会在哪些方面刺激出医疗产业的相应技术创新 纯粹的自由主义者所设想的那种政府不干预 完全由市场竞争产生出来的科技创新 在历史上真是很少存在的 历史上的技术创新跟政治冲击的关系非常之大 像美国南北战争造成的棉花冲击 对19世纪的经济来说是一件大事 美国南北战争在巴黎和伦敦实际上是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在巴黎主要是造成了消费市场的危机 在伦敦主要是造成了生产市场的危机 拿破仑三世看到棉花危机对英国产业造成的重大打击 非常幸灾乐祸 觉得这是法国人趁机打击英国人的一个大好机会 而英国方面为了维持自己的贸易 曾经认真的考虑过强行调停美国南北内战 结束战争使得南部的棉花能够顺利出口 但是由于美国北方还是太强大 所以英国未能够实现这一目的 南部邦连连同他的棉花产业最终灭亡了 在这个灭亡的过程当中 吃亏最大的其实就是当时的最先进国家英国 类似的现象 差不多在每一个被政治手段强行拆分的产业都会出现 这个跟关税是截然不同的 例如川普如果对中国的医疗中间体出口 加上25%的关税 甚至加上45%的关税 我敢说中国通过对自己认为技术上和政治上合格的重点企业 加大出口补贴 由纳税人买单的方式 是能够维持在美国的市场份额的 美国消费市场不会出现明显波动 中国压低劳动成本 相应企业的技术人员和工人全都扣发奖金 由全体纳税人买单 增发出口补贴 维持住重要要企的出口 一般的野鸡企业 我们本来就想整顿你 你他妈的也没有什么先进技术 也就是赚几个臭钱而已 党国不稀罕你这点臭钱 党国的目的是要引进技术 趁着美国人提高关税的机会 我们也顺便挤一挤 或者就让你自生自灭 正好淘汰掉 这一点完全符合我们的目的 这样做就可以差不多消化掉 但是按照现在拜登这种方式 干脆就要使关键产业链 只能放在可靠国家 那么这种办法就不管用了 相应的医药中间体企业 会全部垮下来 所以两相比较的话 肯定是产业链的重新组合 对中国方面的伤害更大 所谓伤害更大 这也是一个语意非常模糊的事情 对中国伤害更大意味着什么呢 对党国利益而言 还是对社会发展而言 我们现在把定义弄得清晰一点 免得制造混乱 从党国利益的角度来讲 改革开放的主要目的 是引进先进技术 按照沦陷区自发社会的发展 连北洋时代留下来的 大清国那些老传统的 福州造船厂什么的 以及苏联援建的那些军工项目 自己都渐渐维持不住了 更不要说是西方在这几十年内 产生的新技术了 只有改革开放才能打开输业馆 这个是关键 输业馆跟盈利有关系 但是关系不直接 直接了当地说 具有技术输入能力的输业馆 在市场经济意义上讲 完全是赔本货的例子非常多 例如 中国在欧洲投资间的那些钢铁厂 或者金属厂之类的东西 十个中间有九个都是亏损的 而且往往是 一次亏损赔光了以后 还要二次三次的投资 目的是什么 引进技术到赔钱也得引进 谢谢观看 欢迎订阅 点赞和分享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